全导阻断措施延长到6月1号 政府为业界提供了更多的支援 本地交通业者康福德高也宣布 让旗下德士司机免交车租的时间 延长多一个月到6月1号 康福德高在文告中说阻断期延长 旗下的德士司机生意将继续的受重创 可能难以维持生计 所以公司决定将继续免收车租 直到阻断措施结束为止 预计这项延长免车租的措施 将让康福德高的成本增加1700万元 而公司在冠病疫情期间 为旗下司机推出的纾困总金额 已达到了1亿1600万元 除了帮助德士司机减轻车租的负担 康福德高还同送货公司和餐馆合作 为德士司机提供替代工作 至今已为680多名的司机找到了替代工作 其中近110辆德士被调派到 为炸鸡、比萨等餐饮业者提供送餐服务